你们 王小飞一看这情况 就是一阵愕然 小飞哥 你没事吧 黎兰早已冲上前来 更是把王小飞从头到脚 看了又看 我能有什么事情 你们这是怎么了 这是一个村民的 王老板 听黎兰他们说 你上山采药了 可是到了晚上都没有回来 大家伙着急了 就全都出来找你了 几座山都找了 大家担心你到了阴木山 就正准备到山上来找你 你没事吧 王老板 阴木山可不能乱走 平时大家就算是路过 都要约着人一起走的 晚上没事的话 就更不能上去了 里面有恶鬼的 王小飞被村民们的善意所感动 他说道 大家辛苦了 辛苦了 我没事 草药我都采好了 在大家的簇拥下 王小飞回到了村子里面 一听说王小飞回来了 路进远就跑了过来的 小飞呀 你没事吧 没事 让外公担心了 你呀 要采什么草药 就让人去山上采就行了 你怎么自己跑去了 如果出了事情 怎么得了啊 王小飞笑了笑道 真的没事 王老板 那阴木山可是有鬼的 这是许多人都看到过的 你没有碰上吧 一个年轻人就问了起来 微微一笑 王小飞道 我还在那古墓旁 看了一阵的 根本就没什么鬼呀 放心 那座山我会承包 到时候 我还会在那山上 重新修一下 到时候 那里会是一个 很不错的药材种植地 真的没有鬼 王老板 刘老六 就是碰上了那个鬼 到现在 还躺在家里面 起不了床的 真的有鬼呀 没事 我抽空 去帮刘老六治一下 对于鬼这种东西 你越怕它 它就越厉害 如果你不怕 身上有阳气 有正气 鬼都进不了你的身子 王小飞是好人 好人就不怕鬼 有句话说得好 为人不做亏心事 半夜不怕鬼敲门 难怪王老板 到了古墓旁 都没有鬼出现 村民们在这里 热烈议论起来 小飞哥 我帮你背 黎兰走到 王小飞的身边 脸上透着感激之情 他知道王小飞 之所以上山采药 就是为了他们的母亲 想到从小到大 就没有得到过 这样的关心时 黎兰的心中 涌动着 浓浓的感激之情 不用不用 没多重 我能背 小飞哥 你都是为了我们家 你让我背吗 说着 已是从王小飞的身上 把那背锣拿下 王小飞一想到 也并不重 葳葳笑道 行 你背就你背 小飞哥 晚饭就在我们家吃吧 进入到了村子里面 黎兰飞要拉着 王小飞上他们家吃饭 算了吧 我就下点面吃就行了 别麻烦你们了 梨花挽住 王小飞的手臂道 下面有什么好吃的 我和姐姐 今天做了一些好菜 专门给你做的 你放心 我们的手艺不错的 感受到了梨花 那丰满之处 王小飞的心中 就是一当 这俩姐妹 由于从小劳动的原因 成熟得明显很早 那手臂上传来的感觉 也是让人充满了想法 陆静元 看向王小飞道 去吧去吧 他们俩姐妹做菜 还真是不错 王小飞回来了 陆静元也就放心了 村民们也在 王小飞的感谢声中离开了 看到天色已晚 王小飞只好随着 两姐妹 进入到了他们的家里 一盏小小的油灯点燃 这时 黎兰母亲 也身着一套破旧的衣服 坐在床上 微笑着 看着进来的三人 王小飞这时也知道了 这女人叫秋水仙 王老板 你来了 又要麻烦你了 我可是来蹭饭吃的 王小飞坐下之后 看向这女人的 吃完了饭 我就帮婶子智商 应该很快就好了 这时 梨兰正在热菜 梨花打了一盆水 给王小飞道 小飞哥 你洗一下脸 洗好脸时 梨兰 已是把两叠菜 端了过来 王小飞一看时 竟然是山兔肉 和山里面的野菜 好